全文极光23有23种不同的货物 我拍这么久的视频 我的衣服有没有23种不同的款式呢? 如果有,大家截图给我看看 如果各位想知道我Peter Sir最新的水晶资讯 请订阅我的频道和按这个小铃铛 追踪通知,我每天会准时10点和你见面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种古老的水晶 它的名字就是极光23水晶 它是在2007年才冒起这个水晶的名字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水晶宝石 它年龄呢大家知不知是多少? 超过了11亿年,是否很长久呢? 它的名称来自于美洲原住民 意思是地球与天空中连接北方极光的奇迹 很长的名字 在这个这么华丽的晶体里面呢,经过科学家确定 原来呢,它可以在17面的平均晶体里面找到 35种元素超过23种的矿文 而且,极光水晶的晶体主要由四种矿文为基础 紫水晶,黄水晶,白水晶,茶晶,四种 它的晶体是不通透的,但它里面的棉水又会较多 颜色是奇特多样的,在光线不强烈之下呢 还有呢,它在不明亮的时候呢,它的暗红色是有一种呢 给人感觉是一种低调神秘的 当它对着光的时候呢,你反而会看到了 紫色、黄色、红色、茶色这些不同的颜色 极光23可以作为一种联系高层次世界 和我们守护灵的灵性工具,是不是很好呢? 还有可以带来我们内在的静化 增强我们的洞察能力和我们的灵性的触觉 开启前世的记忆,帮助冥想 激活人体所有不同的物理 情绪方面呢,它可以令人保持冷静 稳定的思绪,和帮助清除所有对情绪 它造成伤害阻碍的因子 在这个能量角度来看呢 它所包含的能量呢,是很巨大和强烈的 也都在另一个角度呢,在物理的角度来说呢 它也可以涵跪了代表安全感和存在感的海底鱗 代表的颜色是深红色和黑色 而代表潜意识的能量呢,太阳神经虫呢 即是太阳鱗是黄色的 以及代表智慧和直觉的微心鱗定色呢 所以呢,它会帮助佩戴者提升 这个存在安全感的哦 提升智慧和直觉 也都可以将我们的潜意识能量提升的 它所覆盖的海底鱗,太阳鱗和微心鱗 刚刚就是人体从下到上顺序 是这个基础循序漸进的 令到生命和智慧的过程呢 可以帮到我们呢,可以更加之好提升的 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水晶能量灵修修行者呢 好似我那样啦,那就快点来我工作室 看看这个极光二十三水晶啦 用水晶灵带问事,好多人都知道哦 但你又知不知怎样用水晶灵带 转发能量提升运程呢 我五月份就会举行水晶灵带课程 到时我就会教导你哦 点击下面连结就可以报名的啦 是不是